日前 美国方面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以及在军营两用的高科技上限制出口香港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长钱国强 7月2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涉及军事的高科技企业本就很少 这些制裁措施对香港高科技行业实质影响有限 这部分可能有些微影响但未必很严重 大家会估计半导体的研发上也会有些影响 但是香港因为做半导体研发的公司相对上少 两家比较龙头的企业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对香港科技界的实质影响 其实就可以预测就不会太过大 钱国强从香港科技产业的主要业务分析到 目前香港高科技企业通讯类的占比相对较高 而中国内地近年5G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不但产品和技术的竞争力强 而且性价比也高 他认为香港的企业应更多的寻求与内地的合作 他发现目前香港很多科技公司 都逐渐在寻求中国内地或者东南亚的工厂 将生产线逐渐转移 以规避风险 毕竟香港的高科技企业 不单单只靠美国一个市场 更关注的是全球市场 钱国强直言 美国竟然打着保护香港的幌子 对香港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的措施 是毫无道理的 始终是他做的事都是针对香港而做的制裁 其实受损的是香港 但是他打出的名义是为了保护香港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这个道理的 其实很明显的实质就是 它是针对我们中国的一个制裁的手段来的 其实看到它的本质根本就是 但是在世界市场上面 他是担心我们国家那个科技 是跟他在世界市场去竞争 然后他是会做出一些所谓 我觉得整个动作都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动作 钱国强表示 中国近几年高速发展 美国近期一系列的制裁行为 实质是在忌惮中国 限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保护美国本土的企业 但是高科技产业最忌讳的就是保护主义 短期看可能市场份额得到保护 但长远来看 美国高科技企业将丧失其市场竞争力